其實我們這個剛剛已經把所謂的那個 這個英文 所以我這邊雲端上面其實也有分 就是針對剛剛的部分 把那個程式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話可以自己再 稍微參考一下 這是第一階段 這個是第二階段就是數字部分 那第三階段是英文的部分 英文其實就是大概改幾個地方 大概主要是這個U-Case 加了U-Case 然後輸出的地方改一下這個應該本來是B欄改成C欄 其他好像 沒有什麼太太還有邏輯部分改一下 不然的話其他都沒什麼太大的變更然後大概是這些地方 那中文的部分怎麼做其實中文我剛剛講其實中文就是說 他的範圍是 不在這個範圍之內 那不在這個範圍之內的話就是 小於0 大於127 OK所以 我們如果說要把那個中文部分改出來的話 那其實也是一樣你可以拿剛剛這個程式 改的部分的話呢基本上我們就是 拿這個 基本上的話呢我們一樣可以拿數字個數這個 來改 那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來 接下來 接下來的話呢把這邊改成中文 OK所以有些程式我 差不多的話可以稍微用改的 那中文個數的話 主要 第一個就是說這個邏輯 他必須什麼 小於 所以這邊是小於0 然後呢 大於 127 那特別注意喔 小於0跟大於127喔他不會有交期的地方 所以呢你的邏輯部分喔你不能用AND因為AND永遠不會有交期的一天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喔如果假設沒有交期的地方的話那你記得要把它改一下 或者是如果假如他的那個規則喔 是在哪裡呢 在這個ASCII GO 內瑪表外面 那顯然他就不是數字 也就不會是英文 所以他這個地方是這個方向 這個這個方向他沒有交接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小心一點點這個可能 比較容易出錯那輸出的 儲存格的話 中文的話是輸出到D欄 所以請你把B 改成D 這樣的話 就完成了 其實大概也沒改幾個地方 主要是改什麼改這個邏輯 小於0 跟大於127 然後這個地方輸出 改成 D欄OK那其他就把它執行看看 各位可以看一下喔 那裡面的話只有 三個字 是中文 其他都沒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就是先穿NOKI 然後就是會 是在這個範圍之內 所以會加一 輸出就OK的 好那這樣的話呢 第一個喔 我們就算完了 數字 英文中文 那當然你將來如果要全部串在一起 你就用CORE就可以了 CORE 什麼英文 數字個數 CORE 英文個數 CORE中文個數 那就全部可以把它輸出了 那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再換一個 換成什麼 留下 什麼叫留下 意思就是說 我希望得到的並不是數字喔 而是說如果是英文你就幫我放英文 然後呢像這個啦 這個就125 125放這裡 KG放這裡 NOKIA就是NOKIA放這裡 8310放這裡 OK 可是要怎麼樣分別把它 裡面的滋留下來 放在指定的儲存格裡面 那這個地方要怎麼改寫 那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 你一樣可以拿剛剛的數字個數來修改就可以了 那要改哪些地方 首先的話第一個我們來改數字的 其實拿這個來改就可以了 複製一下 然後這裡的話把它貼到底下 然後 這個我要的是串接 所以呢 我必須把這個地方改 改一個變數叫S 也許叫S等於 它預設值剛剛是0嘛 可是 如果文字完全是空的 那你就是寫成這樣 S等於沒有東西 那最後再把串接完的這個S 把它丟到哪裡呢 丟到這個地方來 給它 串接丟進去 OK 所以差別就是說 那個什麼呢 剛剛是C等於0 那這邊如果要串接 剛剛是算幾個嘛 所以預設值等於0 但如果你要串那個字的話 那預設值就等於沒有字 那當什麼情況下會把字串進去喔 所以關鍵的地方就改這裡 所以其實大概改三個地方 1 2 2改這裡 輸入輸出 那中間的話呢 怎麼改 基本上的話就是什麼 S 自己本身 等於 S 串接的話呢就是AND AND的那一個字 那一個字是哪一個字 其實那個字就是上面這個 MID MID MID什麼呢 MID 等於是說ASC裡面 刮斧的這個啦 其實啊 他放在這裡喔 實際上就是那個 所以喔你會發現喔 如果像 這個什麼 12 有沒有比如說125kg好了 他一定是先切1 有沒有然後放在這邊 取出他的ASCII code內碼 內碼OK 然後判斷一下 那這個裡面其實就是1啦 所以呢我們將來把1放在這邊跟前面串在一起 如果是 是數字那就把1 跟這個S的空的次串 串在一起 那第1次就串1 那下一個就2嘛 2再繼續串 所以呢 S裡面已經有1了 再串2就變12 再串5就變125了 OK 要怎麼串喔 其實很簡單喔 最關鍵的地方在這裡 把MID 到尾巴這裡喔 就是ASC裡面這個MID 把它放在下面 空一個就可以 意思就是說喔 S自己本身等於呢 S串什麼呢 串那個字 串完之後呢 就幫我放在S裡面 所以第1次會是1 S就變1了 然後在2就變12了 5就125 OK 那最後輸出的話 那就是 把結果輸出到這邊就變125了 理論上應該這樣啦 所以喔 我們來試試看喔 那個 數字個數複製貼過來 主要改三個地方啦 1 2 3就這裡 其實3是最容易出錯的 就是把那個字串進來 OK好試試看喔 那執行看看如果沒錯的話那就 過關了 欸有沒有 欸沒錯喔 那同樣的道理 如果是英文的話 那其實可以怎麼做 一樣嘛把這個英文 個數複製有沒有 貼到這裡來 改成什麼 留下英文 然後呢 改的方法其實也是一樣 那就是這個嘛 S 這個 然後這邊改S D2 然後3的話呢 其實直接拿這個 不過喔 英文的部分喔 可能要特別小心 就是說呢 我們 在這個外面包U-Case 那這裡需不需要加U-Case呢 其實不需要喔 為什麼因為你 如果加了之後喔 他假設取向CHAR 那你加了變成大寫 反而錯 OK所以要記得喔 這個地方呢就跟這個什麼 其實跟那個數字 就是 留下數字應該是一模一樣的啦 不用改 只是說上面的判斷 一定要加U-Case 就是當 判斷之前 先轉換成大寫 但是你要輸出的時候 不需要轉大寫 這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留下英文喔 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留下數字喔 改的方法 一模一樣 OK 阿斯行看看 會不會是正確的 看一下喔 所以這個Excel 這個過關 這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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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對 OK 如果喔 假如說你這邊加U-Case 這邊可能就變大寫 這個反而錯 所以留下數字 留下英文 如果留下中文是不是 也是同樣的改法呢 我想應該也是一樣 Ctrl-C Ctrl-V 這個一樣 留下中文 那改的方法 如果都一樣的話 這邊把它S 這個把這一串 Ctrl-C Ctrl-V 那這邊改成S等於空的 理論上應該就OK了 執行一下 對沒錯 所以其實就是三個地方改而已 就是先用什麼呢 把C等於0 改成S等於空的 可以理解啦 因為我們要的並不是數字 而是要把它串在一起的結果 所以呢 輸出就是把原來的C改成S 然後串的話呢 就是它自己串 後面切割的那個字 串在一起 所以特別是為什麼要自串 就跟串那個一樣 有沒有 烤肉的時候要串丸子有沒有 一樣嘛 一直串一直串 串到後面 看有幾個就串幾個 所以這個概念如果有的話 那其實我是覺得 會 其實也沒有那麼不好理解啦 有沒有啊其實你會發現你寫一個底下全部都照空 改一改就OK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如果你要把那個 算數字個數 改成留下的話 那主要就改這三個地方 OK 試試看喔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看看吧